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文明中外 那么最近在当地展出了一个陶瓷博览会 有一个重量只有10.7公克重的瓷碗 竟然能够稳稳地被蜘蛛网给拖住 让民众看得是嘖嘖称奇 景德鎮的陶瓷被誉为天下第一 这支又轻又薄的瓷碗 刚刚登上金氏世界纪录 它的薄度最薄的地方就是0.17毫米 最大的是差不多0.1819毫米 它的碗是10.7克 那么它到底有多重呢 我们能看得到这是一个蜘蛛网 我们把它放上去看一下 稳稳地立着了蜘蛛网的中央 现场观众看得木凳口呆忘了闭上嘴巴 而这艘大型龙舟长2.26公尺 高0.86公尺 船上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 上面18000片砖瓦 109座围雕狮子 152个红楼梦里的人物 精致程度同样让人嘖嘖称奇 它就是从设计到最终完成 一共耗费了7年的时间 一般普通的瓷器烧制只要20多个小时 而我们这件瓷器烧制一共耗费了69个小时 这么大的作品一次造成也算是一个奇迹 陶瓷是中国的历史骄傲 此晚和龙舟双双写进金氏记录 再次证明景德镇的陶瓷工艺 明不续传 终点新闻来稍微综合报道